9月10日 世界预防自杀日 生命有爱,爱在希望 为了让国际及社会大众对自杀的关注 且增进预防及降低人民的自杀率 国际自杀防治协会 IASP和世界卫生组织及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 WFMH 于2003年9月10日合作主办世界自杀防治日 World Suicide Prevention Day 又称世界预防自杀日 目的是在让全世界采取行动来预防自杀 小华是大学毕业的社会新鲜人 今年刚投入职场工作 近期罹患新冠肺炎影响身体 有不适症状加上生活 工作等种种因素压力下 导致有睡不好及忧郁的倾向 并出现伤害身体及自杀的想法 索性身旁的朋友及时发现 陪伴他到医院就医 同时转接自杀防治关怀服务 小华在医院接受治疗后 身心状况有逐渐恢复 经关怀访试员介入服务后 以耐心、爱心、细心关怀小华的生活状况 并开导如何因应生活压力 及讨论忧郁症需配合医疗及规律服用药物的重要性 以改善忧郁的状况 同时陪伴他度过情绪的低潮期 现在小华已发现生命的美好 愿意走出户外尝试新的生活事物 也返回职场工作朝向稳定的生活为目标 自杀问题牵涉的层面十分广泛 自杀防治工作需要每一个家人 朋友及服务网络等专业人员缓缓相扣 自杀防治守门人三步骤 1问2应3转介 技巧为 1问 主动关怀与积极倾听 2应 适当回应与知识陪伴 3转介 资源转介与持续关怀 自杀防治工作非一个单位 或单一专业领域即可已完成 需要透过身边的人适时关怀 给予协助及转介服务 人人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一起伸出温暖的手 用心守护身边的人 专家表示 在疫情严峻期间 自杀防治工作应不间断持续深入社区 关怀需要协助的民众 除透过各项宣导活动 提升社区民众自杀防治认知 并透过关怀仿式服务 以降低民众自杀风险 在此也呼吁民众当身旁的家人朋友遭遇困境 出现情绪低落甚至有轻生的念头 可寻求涉安专业人员提供关怀及建议 希望大家能适时地伸出援手 得与支持关怀及陪伴 人人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将自杀防治安全网串联起来 健康生活编辑部 中文字幕提供